梅超风和李莫愁都是金武侠小说《射雕三部曲》中的著名女魔头 如果巅峰期的梅超风与李莫愁打一场 结果会怎么样呢 梅超风与李莫愁两人在角色上都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其实呢早在神雕开场时 柯正恶就曾与李莫愁有过短暂交手 柯正恶认为李莫愁的武功不在梅超风之下 言下之意呢就是李莫愁的实力非常接近梅超风 后来黄耀石出于李莫愁时 也称若自己的四大弟子曲臣没路在场 哪能轮到李莫愁在这里贫嘴 言下之意呢就是李莫愁不是梅超风的对手 后来冯莫愁的出手似乎又能证明黄耀石所言非虚 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梅超风没有学到上乘的内功 主要武功呢有错练版的九阴八股爪和白脑鞭 以及外功中的横练功夫 而李莫愁则是古墓派第三代首席大弟子 只有古墓派奥秘玉女心机没有看过 主要武功呢有赤链神掌胡承功夫和暗器冰破银针 柯真恶曾与两人分别交过手 因此呢柯真恶称李莫愁的武功不在梅超风之下 这句话是可信的 但是这只是神雕初期的李莫愁 到了神雕中期 李莫愁的武功呢又有了不小的心情 原文是 当年他以赤链神掌杀的陆家庄上下鸡犬不留之时 掌力以及灵力 经过这些年的修为呢更加的威猛汉恶 所以如果说神雕初期的李莫愁是接近梅超风 或者是不在梅超风之下 但神雕中期李莫愁呢 恐怕已经稍微强过梅超风了 如果李莫愁稍强于梅超风 那黄耀石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呀很简单 黄耀石说如果四大弟子在的话 李莫愁不是其对手 并不是说这四人死前就超越了李莫愁 而是表达若这四人在世 活到现在 那李莫愁肯定不是对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射雕中归云庄之战 陆成风在见到梅超风出手后 曾表示梅超风武功已经大有进步 如果自己与六怪一地而出 恐怕前十招就会死于梅超风之手 这个实力如果硬要比较 陆成风因为残疾问题 真实战力恐怕还不如雪的十五掌的波进 而这个实力又如何能碰瓷李莫愁呢 所以黄耀石说自己四大弟子比李莫愁强 要么是在吹牛 要么就是指这些人都活着的情况之下 李莫愁万万不是对手 那四大弟子若是真的活着 李莫愁会有一战之力吗 这个从冯莫锋与李莫愁一战呢 可以看得出来 冯莫锋应该是黄耀石早期六名弟子中武功最弱的 与李莫愁一战呢 冯莫锋在自身残疾 又一身从得与人交过手的情况之下 数十招后凭借血气之勇已拙胜巧 李莫愁评价他内力不弱 试想一想 如果其他四大弟子凭借黄耀石创下的扫叶腿 和洛音掌灰腹下盘 重拾桃花岛功夫 李莫愁的实力恐怕还真不够看 但如果巅峰期的韦朝锋 与李莫愁打一场 李莫愁的胜率应该会非常高 首先呢 在两人功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韦朝锋也有残疾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次 李莫愁一身身经百战 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从战绩上来看呢 韦朝锋只有打一些一流以下高手的时候有优势 而李莫愁即便是面对金轮 这种五角水分的高手也能够稍微应对 反观 韦朝锋在五角手下 恐怕连三招都挡不住 此外 李莫愁还在黄耀师手下逃走过两次 展现出来的武功呢 能让黄耀师都要稍微惊讶一下 所以李莫愁的实力 比起巅峰系的梅朝锋呢 应该还要强一些 关于射雕与神雕的女性排名 应该是小龙女第一 狂人第二 李莫愁第三 梅朝锋第四 孙波尔第五 球千尺的内功成就应该是所有人居高的 但是因为残疾问题呢 就不排了 字幕志愿者 李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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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莫愁